習近平倒行逆施 中共走向跨台 推翻中共已有大勢 胡錫進、反律 竟敢發布P過的天安門圖片 P了無障 美國大使說 以色列專守美國法和國際法 台灣說 美軍駐紮在距離中國不到4英里的島嶼上 塑造政治強人營長 馬克龍發布拳擊照片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22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問 我是林欣 習近平政府加速道行逆施 中共當局承擔所有惡果 近日有國家人士頻繁示警 認爲中共可能仍然 沒有經過最惡劣的時候 請您報答 19日 美國《國會報》 看載著著名中國問題專家 張家敦文章 期間指出 習近平領導下的共產黨恢復獨裁統治 他和毛澤東時代一樣 正在收緊對中國的控制 他指出 習近平政府的防控疫情政策摧毀了經濟 壓金無法獲得復甦 社會經歷消費疲軟和通縮 中共領導層也遲遲無法制定可行政策 特別是 習近平無法停止談論戰爭 而且對大多數國家都採取敵對號戰行為 對此 張家敦認為 中國已經變得無法投資 幾乎所有趨勢都在向著錯誤的方向發展 他表示 在目前的局面下 中國股票跌到了空前的低點 一些人詢問 它是不是已經經過了最惡劣的時候 而我們的觀點是 不要投資中國 而在3月19日晚間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 參加多倫多國事會議論壇活動 期間表示 國事會議就是要解決共產黨之後的中國 在政治上應該是什麼樣 目前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已經呈現 條件成熟之際 有時一個匹夫鎮備一夫 也可以造就出歷史的契機 前無來 中共黨魁習近平前往胡立 考察期間站在毛澤東的床位前 有評論認為 習近平是看上了毛澤東的水晶官 最終要走上老路 成為毛澤東的替代品 也是在同時 習近平推崇個人崇拜 掩蓋不住的是 中共政府財政即將跨塔的局面 21日 中共央行再次發布放水信號 不排除繼續降準落猛藥 公開數據顯示 只是在6個月的時間內 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已經擴張超過5萬億元 可謂大水慢灌 目前的局面令各界難以放心 也是在同時各省多地傳出公務員薪水下調的消息 上海更是成立了降薪辦公室 應對經濟蕭條造成的危機 有評論表示 現在就連鐵飯碗也快要跌爛了 財經博主紅樹西岸此前表示 上世紀90年代 相信鐵飯碗的人最終全軍覆沒 目前的中國公務員體系面臨降薪 這次不知道會怎樣 對此 有上海網民回應說 基本上公務員不會再有高新立 因為土地賣光了 錢從哪裡來呢? 也有人評論說 人家是創造社會財富、改善老百姓生活 一些共產黨的公務員就是通知大家做核酸 民陣全球副主席勝雪 在各市會議期間發言說 中共獨裁專制政權是極其殘暴的反人類暴政 因此 民眾的所有反抗手段都是天然的權利 結束暴政 對中國、對人民、對整個世界都是善舉 勝雪說 中國的龐大體量以及幾十億人口 已經成為中共最有力的武器 無論是對國際社會的滲透 或者是國內實施專制統治 都必須借具體的人來實施 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表示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專制制度還能存在享中國 今年以來 中國有多少惡性事件 一架車開到台州一個校園內 壓了幾十人 山東大連初一滅門案 兩會期間江蘇公安廳起火 將加港市政府爆炸 他們有本事將槍口、將刀口、將車 開向低層的老百姓 去做共犯互害的事 為什麼他們無能力、無勇氣 無過誤去搞真正的革命呢? 賴建平認為 革命是以行動者 是不是要推翻一個現成的專制政權 以建立民主政治為目的來劃分架 只要行為者的目的 在於結束一個專制政權 那你所有的行為都叫革命 他認為 如果有更多人具有這樣的意識 這樣他本身就會成為一種力量 中共喉舌媒體《環球時報》前主篇 胡錫進近日被捲入無阻粉紅網民發起的批鬥潮 之前他因發文支持莫言和農夫山泉 引發粉紅激烈評擊 最近胡錫進又因發布無阻毛澤東像的天安門照片 受到粉紅圍攻之後還拒絕山脆 有網友諷刺說老胡這麼多年吃了最大的一塊極左蛋糕 今次真是受到了反誓 請聽報導 在3月19日 胡錫進發文聲稱 建議所有網路人都重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和他對照看齊 他聲稱 有很多人偏離了核心價值觀 包括老胡本人也要重溫 夏文配了一張圖片 不過天安門城樓上面就沒有了前黨魁毛澤東的像 此舉引發了粉紅激烈的圍攻 有些極端無阻網民甚至說 胡錫進反革命罪該萬死 在這個之後 胡錫進再次發佈貼文 說圖片是從百度搜的 結果被人質問我為什麼用這張圖 而且他是用了很小尺寸的象徵圖 胡錫進說 一些朋友建議我刪除了這張照片 我考慮了一陣 這些網路激進人士 在自覺不自覺地營造出一種極左派氛圍 怎能夠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 屈從了他們 他們會受到鼓舞 於是胡錫進表示 他不刪除 對此 有網友評論說 我在百度逆手了 我的結論是 凡是帶天安門插圖的 都有相片、中共國徽 相片兩邊標語、世界民族大團結 都清晰可見 偏偏沒有找到你老狐用的這張圖 老狐李牛 也有些說 我還真幹照老狐講的手圖 一大把有頭著 有兩句標語、有長誠的圖 唯獨手距這張圖難 你說有意還是無意? 對此不依不搖 一名微博網友諷刺說 竟敢敢走? 胡錫進是想見路無難 還有網民認為 胡錫進現在的態度明顯就是故意的 只希望他以後不要那麼虛偽 搖擺不定了 反賊就反賊了 起碼立場堅定一些嘛 有消息人士指出 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賈克盧 在一個禮拜私下 向美國國務院表示 以色列在處理加沙武器 同人道主義援助時 專程美國法和國際法 請聽報導 根據克芬頓郵報的說法 美國大使對國內的政府機構 表達了對以色列遵守規則的認可 這個消息傳出之際 以色列正在籌備對拉法發起進攻 3月21日 以國高級官員表示 以色列需要控制拉法 因為這是哈馬斯的最後保留 在此之前 萊塔利亞湖政府已經承諾 確保當地的平民疏散和人道主義援助 以色列方面表示 當局將聽取美國對拉法的想法 但無論盟國是否達成協議 加沙邊境的這座城市都將被以軍佔領 以色列前駐美國大使德爾密說 以色列消滅拉法哈馬斯的決心非常強烈 在21日 數以百計的哈馬斯恐怖分子 返回加沙北部的希法醫院 為了應對這些極端組織成員 以色列國防軍仍在希法醫院進行持續作戰 軍方官員說 希法的戰鬥正在進行中 預計將持續幾天 直到該地區的所有恐怖分子被抓獲 或者被殺死之後 作戰才能夠停止 在以黑談判方面 雙方仍然在討論可能的人質交易 外界認為 距離這次談判獲得推進 仍然有幾天的時間 為了回應美國國內出現的壓力 拜登政府要求以色列提交書面保證 宣佈根據國際人道主義法規 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 在上星期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 簽署了有關的信函 20日 這封信函被指 已經送到了華府 近日美國在台灣和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升級 根據台灣當局的說法 美國軍方已經在距離 中國海岸不到4英里的一個島鏈上 部署了軍隊 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邱國正向媒體表示 台灣正在與美國進行交流 以找出如何改進軍事力量的方法 據悉 美國特種部隊在距離中國沿海城市 下門3.7英里的金門群島上存在軍事活動 關於媒體相關的報導 邱國正指出 台灣軍隊正在那裡向美軍學習 電信部報導引述邱國正的回應指出 這次交流是為了相互觀察 找出軍隊存在的問題和改進方法 認識到美軍的優勢 從美軍那裡得到學習 同時掌握我軍擁有的優勢 由於擔心中國可能在近年發起入侵 台灣已經在金門群島和其他離島 部署了被稱為蛙人的兩棲士兵 對中共軍方進行防範 而且美軍出現在距離中國如此近的地方 引發了外界的關注 五個大下發言人沒有評論媒體回應 當局向《華爾街日報》表示 我們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盆石 將繼續致力於維護台海及該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近日,美國空軍首次在日本關島基地附近 成功試射高超音速巡航導彈 而且在此之前 所有的高超音速武器都在美國本土進行 根據美國國防部文件 這種導彈只在攻擊高價值 具有時間敏感性的陸機目標 飛行速度超過每小時約4,000英里 這個令到它們很難被及時發現和難節 分析師表示 美軍向中國附近發射高超音速導彈的目的 是為了令北京看到 同時展示了美國是高超音速領域的強大參與者 近期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烏克蘭問題上發佈強硬言論 引發大量國際關注 之後沒多久 馬克龍的攝影師在IG上發佈馬克龍連襲拳擊擊打沙袋的照片 似乎想要藉此展示他的政治行動力量 這些照片發布之後 一些網民質疑照片是否經過修改 有人拿出馬克龍46歲的照片 顯示出他的手臂轟易投機可能會更瘦 不過 無論如何 馬克龍確實是一位拳擊愛好者 BBC引述他的妻子去年11月的話表示 馬克龍平時每星期會進行兩次拳擊練習 也有網民轉發圖片並諷刺說 馬克龍正在籌備和俄國71歲的普京進行較量 在拳擊照片發佈前不到一星期的時間內 馬克龍剛剛表示 他不能排除向烏克蘭派遣西方軍隊的可能性 3月21日美國政客報紙發布消息人士言論說 馬克龍近期肯發過外力社工的私人談話中表示 烏克蘭可能很快就會崩潰 他說現在有很多討論 但實際上需要的是動員 消息人士說馬克龍主張改變目前的局面 他認為需要從組軍隊進行更大程度的軍事動員 外界認為馬克龍的立場轉變 很大概率是出自於強調歐洲保衛本土安全的重要性 同時對俄國形成威懾 他也在此前表示 想要和平就不能表現得很像個懦夫 在14日馬克龍公開聲明 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獲勝 歐洲將是下一個入侵目標 所以普京的軍隊應該在烏克蘭被擊敗 否則歐盟將面臨生存威脅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可以訪問這一節